基本上只要是,我們學校只要是一首的在校聖,然後以大一大二為主,然後只要是外表整齊,然後去有服務的熱忱,然後都是可以拿報名表來報名千山大師 基本上我們會在錄取的報名表裡面,然後先請他們做對學校基本的認識,就是理事,然後我們會再從中淘汰掉一些對學校認知比較不足的人,然後再進行第二次的培訓 第二次的培訓課程的話,第一天我們都是,主要就是培訓,然後是由我們清善比較資深的學長界,然後傳授經驗這樣子,然後也有整群的清善會跟在旁邊指導,對,那這些基本上都是我們一些經驗的經驗談跟傳承 我們報名是,就是只要是培訓的課程,我們絕對不會收學生的費用,完全是免費的 嗯,就從我剛剛講的就是第二次錄取之後的那個培訓開始,如果那個同學錄取的話,我們就是在從中的活動,讓他去學習一些經驗,或者是講師有OK的行程,我們也會請講師來,然後我們也會不定期的舉辦一些學長結論 比如說私語的經驗的傳承,然後這些都是不說會的,直到他畢業為止 基本上我們每接一次活動,我們都會開行程會 先收集主辦的資料之後,不論是開一次的行程會,然後資料更新,我們可能會再開第二次的行程會 有可能開到第三次、第四次,直到每一個人都能確定說他的都是親屬活動流程的,我們才會去出隔天的活動 嗯,我在想,正常的服務員應該是知道每天有活動,然後就可能前一天才開始準備 但是我們的話,只要我們一接到這個活動,我們就會開始立刻有負責人去做跟主辦的協調 然後,不論是事前,就我剛剛講的,我們會開不止一次的行程會 那活動結束之後,我們也會一直開工作檢討會,然後留下一些紙筆的紀錄給之後的學弟妹做經驗上的傳承跟參考 對,我們都是有留存的 我是非常推崇,就是可以讓一些大一大二的學弟妹,就是出來學習,看一下不同的世界 就是可能提早一步接觸社會的那些待人出世 對 應該是說,當我拿到報名表那一刻,然後想說 寫上我自己的名字之後,我就是一直支持了這個理念的產生 因為自從我進來之後,我發覺我學到了更多 就是可能一般在課堂上,或者是外出去工作是學不到的 他針對的是說,他覺得親善可能是花品,那就我剛剛如我所講的,我們一手的親善就是在事前的準備是充足的,事後的準備也是足夠的,所以我們做的比別人還要多,相較之下,我們學的也比別人還要多 這是一個成正比的,所以我們並不會讓自己,就是覺得讓來賓覺得我們是花品 對,我們就會很努力的去做一些我們能做得到的,不論是說,只要是主辦需要我們幫忙或者是搬中屋之類的 我們並不會分說,我們今天就是穿得漂漂亮亮,我們不會去做那些事,就是給公讀生去做 對,我們親善不會分男或女,都會把那些工作就是一肩扛下 就是為了讓主辦這個活動流程是順利,然後讓來賓對學校有好的影響 然後覺得說,這間學校的學生數值是高的,那他下一次可能會更高興的來參訪我們一手 所以我們就想要讓他留下這些好的印象 那我們就想要確定,走進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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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,記者是英文,走進去,走進去,走進去 要發生金 李佩瓦得快 是現在說,走進去,走進去 那些話題圈